十二級歡迎收看《衝港台》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香港即將會舉行的動漫展 動漫電玩展 是不是叫做 其實我只是叫做 鞋車邊拿東西來講 基本上香港這麼多年搞過這些活動 我從未參與過 是試過有一年新城電台 找我錄了一段宣傳片 根本我未有完 是真正在香港參與過這個城市 旅遊展也好 書展也好 我都會參與 但這個不是自己那一塊 通常我很少會在這個期間 飛回香港 更加不會去 拿什麼來講呢 就是想講泰國 泰國和香港之間的分別 我不知道香港大家玩動漫有多瘋 我知道 我看過片是見過 好像說有一班有心人 就扮了蒙面超人 是類似蒙面超人的打扮 去幫人 駕駛電單車 各方面 但其實泰國 可以說比香港更加瘋 當然 泰國 沒有網管 沒有很多繁文獄設 去管理 所以大家可以更加瘋 都可以 每年都有很多類似動漫展的事情 疫情之中 有大型的動漫展 在試飲Paragon Paragon Hall 上舉行 但這幾年都好像沒什麼 往往動漫展 最吸引大家去的 就是看到很多人 Cosplay 裝什麼 老實說 如果說到動漫展 日本和香港 一定是前很多 泰國來說 可能會是差一點 不過 都會有一些 泰國出品的一些產品 又或者跟泰國品牌 Cossover的一些動漫產品出現 當然 很新的那些 我就不懂了 但說回舊的 就以蒙面超人 就以蒙面超人 才算 其實這麼多年 都跟一些泰國品牌的飲品 或者其他一些食品 Cossover 獲出過一些 Official的產品 而在這一兩年 雖然沒有大型的動漫展 但是 往往Central World門外 都要舉人什麼 日本export 或者什麼 什麼比賽 都總有一幫人扮鬼扮馬走來 而這幫人之中 新世代 就扮鬼滅 還有很多一些 現在流行的動漫人物 反而老一代老一輩 那些銜彈超人 蒙面超人 去哪裡 去做生意 做政行 如果大家有看我那個 《古靈精怪》東南亞 都會發覺 裡面訪問了一位朋友 在家裡 整個博物館 有很多的 蒙面超人的收藏 甚至其他動漫人物的收藏 我叫做靶 X就是X 靶就是老爸 X老爸 怎樣叫X老爸 不是因為看X片多 而是因為 他是一個Cossover的發燒友 通常 他會扮蒙面超人X 即是蒙面超人5號 在家裡 也有一張大的照片 在曼谷某大廈的天台 一望無際 整排蒙面超人 其實是在那裡 從1到7號 還有一個女超人 整班都在浩浩蕩蕩蕩蕩蕩 每人都有自己的身份 有人擺1號 有人擺2號 有人擺3號 但是這一堆的蒙面超人兄弟 現在去了哪裡 很少見他們出現 就算有些Cosplay的活動 都少見他們 整班人出現 可能第一 時代不流行 第二 可能已經 那時候年紀輕 年輕 就出來玩 現在都一把年紀 可能兒子大 女大 或者老婆又不喜歡 就已經戒了這批癮 變了近來一些 類似的活動 都沒有見他們出現 反而其實 除了蒙面超人之外 也有其他較為懶悶的 比如說 電子分光人 彩虹化身俠 還有 天地雙龍 我也見過有人擺 泰國 扮Cosplay 扮衣動漫人物 是豐富到很重要的 但是當然 你說伸一批伸一輩 甚至乎千雨千尋 類似鬼的東西 有很多都有人擺 其實泰國扮衣 都可以去得很前 可以去得很遠 甚至乎在水門街 那個商場 那個商場 後面有一間Santara酒店 不是Santara Grand 不是Central World 那間 在那個地區裏面 有兩間Santara 那間可以叫Santara Watergate 而前面有個商場 那個商場 都北京一北 北京北角 起碼都十年 那個商場 以前覺得 我黏著這間酒店 在水門街一定行 但因為種種的關係 裡面都十失九空 那間唯獨是上面 有一間的店 很生意到不得了 我就沒有去幫襯過 但就去拍過 那間店主要是做Cosplay的衣服 你上去見到 有很多已經造成的野友 又或者未造成 落單就可以做 那你做什麼超人 什麼款 有專人幫你度身訂造 那間店主要是做Cosplay的衣服 那我見過有很多美國的也有 日本的也有 都有人去那裏做去做的 那都可以說是另類生意來的 那說回來 比如說動漫的事情 那泰國 我都很期望 疫情真正結束的時候 能夠再次見到一些大型的動漫展 那只說 動漫展裡面 泰國通常會是賣些什麼 第一 有不同的那些media 擺檔 那些media 可能接下來會放什麼的片 那又有些什麼片做宣傳 那也會有些Cosplay的人物 那也有些野食 野玩 尤其是玩具那方面 Figure那方面 之前都見過有些 好像是Hot Toy 也有一個品牌來自香港 都走來擺檔 買一些大型的Figure 那當然 那現時要買這些Figure 你去那個Mega Plaza 都有很多很多 那動漫展裡面 也會有一些表演 請一些藝人 上來表演 或者請一些Cosplay高手 上來又辦舉辦馬 又或者有這個比賽 那樣 好像之前在唐羅 那條片拍了 那個Donkey Donkey 不知道兩周年 好像是兩周年 三周年 四周年 忘記了 所以拍了都整個月 就搞了一個周年紀念 於是就是 玩個Cosplay的比賽 那些人都很有心 假裝是變形金剛都有 假裝是機械人 在那裡比賽 是一個挺好玩的環節 而我記得以前 往往 一有這些Cosplay的活動 即是這些動漫的活動 我第一時間去拍 就跟這個 蜘蛛俠合合照 跟這個合照 跟那個合照 都很開心 很開心 但是真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已經 真真正正 打正名堂 做動漫展 跟那些Cosplay的活動 就已經是 沒有什麼舉行 唯一就是 有Central World 剛才說過 就是外面搞一些 所謂的日本文化節 Export 這樣就會有 期望疫情盡快結束 所有事情 回復正常 那個動漫 泰國的動漫展 又可以嘩 更加嘩一聲 至於香港那方面 此時此刻 我都未能夠 能夠回去參與 期望有一天 是可以 有機會 親眼目睹 香港的動漫展 可以有多成功 多好看 多震撼 亦都希望 一些動漫發燒 繼續支持這些活動 尤其是喜歡Cosplay的人 你不要介意 世俗的眼光 你喜歡扮什麼就扮什麼 戴著面具 沒有人認識你 分分鐘就是說 戴著面具 別人才跟你合照 你搶了面具 咦 哪位 就沒有興趣 人總要有一些 開心和待入 於是 如果你覺得 你扮某樣東西 你是開心的話 你會繼續高 繼續去扮 但我常常都扮零零七 雖然不像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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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